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國投入大早上 萬能投顧的名譽 歡迎收看今天左相互議 那由於今天是這個8月8號這個戶親節 那為什麼我們在今天這個節目一開始 當然的話還是敬祝全國這個老虎公高的 爸爸們這個戶親節快樂 那當然話就是說 以前這個台語大盤 當然話也一樣 真的是蠻在慶祝 所謂的一個88級的行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 畢竟我想今天這個台語大盤 隨著在昨天這個美股 他也形成一下指紋 開低 美股在昨天早盤一度拉回很深 那等於說開低收高 那等於是說也受到這個美股的激勵 那相對就是說 今天這個台語大盤 形成一個一樣開低收高 幾乎說今天相對的高點 到收盤也大展個108點 然後今天指數來到這個10494 今天盤中已經來到這個10500點 那相對就是說 以到目前為止就是說這個波段的台語大盤 畢竟從這個前波段的高點10994一度修正 修正回來我想到前天創低到這個11 10180的一個後續等於說這段這個拉回 一整整拉回高達這個814點之多 那等於說我們在這個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就是說特別針對目前這個結算點的一個策略 我想我們在昨天之前的節目當中都跟各位講的很清楚 畢竟你是說 這個波段如果說各位 你一路遵循著 歐老師我們帶給各位這個叫短波段操作 有買有賣的投資朋友們 那當然我想今天這個大漲 你在這一兩天來搶一些短多個股的投資朋友們 今天這個大漲跟各位採會有一個叫直接的意義 那如果說你是一路套一路套一路套一套 我想套到今天目前為止 你根本想當然的 你也沒有一個新的一個資金來往這個新的 這個輪動起漲這些個股 來做到這樣買進 那畢竟就是說我們在昨天之前特別針對 如果說你在近期有套勞一些持股 當時相關這些賣訊產生的一些相關 相關個股你沒有去執行這個出產的一個動作 一路套下來的投資朋友們 我想就是說我們在昨天之前跟各位講很清楚 因為畢竟這個波段這個拉回 在前天是跌破年線六條局線全破 那相對就是說以在前天它是收盤 就是年線有做到這樣收穩 那昨天一樣壓回繼續收穩 那比如說今天這個大漲 那相對我想就是說後續 這個六條均線跌破 這代表已經盤勢轉空 那轉空等於是說後續彈上去 無論如何還是要請各位去密切留意一個 關卡就是這個季線 那麼目前這個季線大概是落在10650點 這附近10650的一個附近 那等於說後續彈到季線 原來是支撐現在會變壓力 那等於說到那個階段點 我們再請各位密切去觀察到那個時間點 量價的一個配合狀況 量價的配合狀況 再來做一個鎖定 等於是說到那個階段點 是否要再執行一個叫做出多跟搬空的一個策略 當然如果說各位你到目前還有套勞一些持股的話 無論如何把握住 彈上去之後 下一趟你的相關持股 又產生這個賣訊的投資朋友們 無論如何要執行這個叫出場的一個動作 這是這個健康點 各位這個操作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畢竟我想你在這一兩天 有搶的一些個股當的話 也是彈上去之後密切去觀察 記憲能否去形成一個帶量突破的一個續攻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續攻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請各位無論如何還是要去執行這個賣股 收回現金 甚至針對一些已經產生空點的一些標的 來做這趟反向的一個捲空的一個動作 不希望各位套下來彈上去沒賣 又繼續做個創低 那這樣子你的虧損就會形成比較擴大的一個效果 針對大盤部分 那另外我想就是說今天這個父親節 那當然的話 父親節當然的話 帶給各位這個父親節最好最好的禮物是什麼 當然的話就是我們在今天盤中相關分享各位 送給各位這個父親節這個大禮 我們這檔老朋友3338泰塑 他波段買點在這個63塊2 63塊2 今天亮燈鎖住漲停 亮燈鎖住漲停 鎖漲停不搭緊 他今天是改寫歷史新高 股價已經改寫下場的歷史新高 那以往我們在節目當中特別跟各位都強調 改寫歷史新高是什麼樣的觀念 就是說這檔標的我想各位不管各位你買什麼事先買 全部都是贏家 全部都是贏家 今天是亮燈鎖住漲停 那當然的話我想以泰塑這檔標題 我們在今年度 至至少少操作已經差不多接近10趟的一個操作 一趟一趟短波段 我們就很簡單 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那這檔標題我想各位你還記得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前 上上個禮拜一 一樣我們在這個FV社團 分享各位當時兩個族群 一個叫半導體 一個叫散熱模組 那我想當時這兩週 有買有賣 一趟價差 獲利的後續 下一趟買點產生 我們再做個買回就OK 反正像泰塑這檔標題 今天馬上送給各位 護親節這個大禮 亮燈鎖住漲停 股價改寫下它的歷史新高 那我想針對這檔標題我想 口說無品 畢竟我想我們的很多很多的分析同業 想必今天保證每一個人都有太瘦 那為什麼我想這樣子 各位你不妨可以盤裝一些 一些Light at 你去做一個觀察 很多老師就是把這個漲停板的一個 股價已經拉到漲停 才跟波在他的FV 就是說那個Light at上面 我想各位你不妨去好好去探討這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真的買到賺到 我想這個才是各位你最關心 跟這個最有個密切關係的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今天 甚至我們在這個Light at 或者說在我們這個FV社團 都有特別針對我們會員相關分享的一些訊息 從早上我們怎麼follow 這個今天88錢 護親節快樂 那我想再 我就針對這3338泰塑 先出20張 那20張各位你不要看20張 今天展靈板賺6塊3 6號6號3 一天你就賺多少 12萬6千塊錢 那12萬6千塊錢 我想就是說我們這個軟體的一個 大概你一年以上的費用都已經夠了 畢竟就是說很簡單 這護親節這個大理 一天就砍就 獲率就超過12萬6千塊錢 我想這樣子 這個各位我們都有分享 你各位自己好好去做一個觀察 今天本來有通知要賣 那後來拉到漲停我們就沒賣 後續明後天再繼續做個賣的一個動作 當然說你有買進才有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相對盤中拉到漲停分享給各位 我想這個各位對你有沒有幫助 各位你不妨去做一個好好思考 你去看其他的老師 買到才是賺到 我想這個才是各位的一個關鍵 那畢竟我想我們這個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這個工序 早上9點一開盤高調 開盤之後大概9點10幾分左右 他已經自動幫各位去快速篩選 檔數不多一檔到三檔以內 你一早你已經知道這個相關訊息 因為畢竟像今天我們這個FB社團 都有人在反應 是不是已經太晚做分享 太晚分享到的話 你有工具 你是不管是我們的會員 還是說你是軟體的使用者 你是一開盤之後 這個訊息 選股的部分個股已經鎖定 買點在哪邊 你清清楚楚 這個第一時間 你掌握這個第一時間 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一開盤不久 你就有這個訊息 買點去產生的這個訊息 那當然的話 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我想 因為畢竟我們不管是說在FB 在這個Lite Ad跟各位做分享 都是買點出現之後 出現之後 才分享給各位 這一定會有個時間落差 你的買的價格會不會比我們更高 那相對賣點產生的後續 賣點產生 我們在做事後的分享 分享的話我想過個10幾分之後 你賣的一個價格 一樣會比我們更低 那等於說 你這個獲利的一個空間 這個range 就會做到這樣縮小 比如說你買的更高 賣的更低 這個實驗結果 那如果說各位你是 第一時間 你就用我這個買點賣點的一個訊息 當然的話 你可以扎扎實實 這一趟多少價差 你就可以賺多少價差 這真的泰數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會員的一些分享 這個針對 就是泰數 我想這位會員 可能他賣的比較少一點點 剛好今天是賣到漲停板 漲到就是69塊3塊 這各位我們給我PO在我們這個light 你不妨可以好好的仔細去做個觀察 有買進 今天這個漲停板才跟各位有關 漲停板之後再來跟各位分享 我想這個各位 你不妨自己好好去做思考 對各位有沒有幫助 這是所謂的事先跟事後 事先分享跟事後 分享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我想就是說 這是今天的一些 所以父親節我們給各位的這兩檔標 另外一檔一樣散熱模組的 3483這個立志 買點在40.05 今天收到這個42.05 收盤大概漲4%一樣 都是有買的都是賺的 那另外包括就是說 我們在進行 就算各位 你說今天 你這兩檔股票 賺到很10百 那沒有關係 我想 昨天之前分享的 你總該 我想我們這個 這個FB的這個資訊 你們不會刪掉等於說你都可以去做一個長線的Follow 畢竟工具 我們在逐日都有分享各位一些短多的一些個股 甚至賣點產生的一些個股 你該買什麼個股該買 什麼個股該賣 我們都有做一個分享 那你不妨好好自己去做個review 那我們就說一樣透過這工具 精挑細選 找標股不求人 你做股票 自己來 你自己來就好 包括上個禮拜三這個晶圓 買點在這邊 我想我們在禮拜三一樣盤中 第一時間分享 短短兩天價差17.7% 兩缸超標達正週多賺10%的獲利 會買你也要會賣 畢竟這個賣點是因為我們這個 多方力量做衰減 後續要產生賣點 我想這在當時在8月5號 短多賣點產生我們依然在當天 當天盤中FB社團 第一時間分享給各位 當天的是短空個股 這樣下去 這一天打到快點零板 會買你也要會賣 這個賣訊產生在這邊 另外包括就是說 以上個禮拜四 今天拜四我們分享各位哪一檔 4915的自身 滿點訊要在這邊 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繼續創高 我想以這檔標的就是說 到上個禮拜 也就是說在這個禮拜禮拜一 我們去執行出廠的一個動作 一樣分兩趟 第一趟賣一半是18.4% 第二趟賣訊產生的一個當下 價差也有來到12.5% 全面信都是超標達正 週週算10%的獲利 那畢竟就是說包括在 就是說禮拜五 我們就分享各位 一樣兩檔標的 那這兩檔個股 我想各位你不喜歡 不管買到哪一檔 全面信 這個禮拜 都是改寫歷史新高 改寫歷史新高 包括像這個聲揚辦 我們有分享給各位 聲揚辦前天漲停 昨天持續性 創它那個歷史新高 來到這個76.2% 那畢竟它賣訊已經產生 我們在昨天有給各位做分享 這昨天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分享各位兩檔標的 聲揚辦改寫歷史新高 另外一檔6669這個維穎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到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談中9點36分的分享 維穎今天大漲30塊 一天就賺30塊 你買一張你就賺3萬 畢竟它一樣股價改寫歷史新高 來到412塊半 我想這是高價個股 高價個股等於說 你價差空間非常非常大 獲利的速度就很快 一天就賺3萬一張就好了 就3萬塊錢的價差 這是6669的維穎 那我想歷史我們就說 這是上個禮拜五 那到延續到昨天 我們就分享各位一些熱門個股 我想各位你都依然可以到昨天的 這個FV社團好好一檔一檔去看 我想這個全面性 我們有鎖定總共30檔個股 只要產生訊號 我們就說這個工具使用者 在盤中你就得到這個訊息 你要去鎖定 你喜歡做光學鏡頭 喜歡做這個PA 不管我想這個全面性 你做股票自己來 我想這工具就能夠協助到各位 那畢竟這些個股 昨天有產生訊號的一些個股 那我們就針對像1736 這個升級的橋山 買點在81塊1 昨天大漲4%多 上去4%多 延續到今天橋山 今天亮燈強攻漲停 2天也是10幾% 你到昨天 一樣這些標的 你敢買你就敢賺 你有買人買到就是賺到 昨天漲4%多 今天亮燈攻漲停 3406玉星光 昨天買點在421 今天已經多少 今天來到451 今天一天就蓋38塊 大漲9%多 蓋9%多 新興今天漲5% 說滿說今天這個最高點 神盾昨天漲9塊半 今天繼續漲10塊 2天蓋20塊 我想這全面性都是我們在昨天 分享給各位 有訊號產生了一些相關個股 實際上表現狀況 當然各位 有買你才有賺 當然這段期間 一樣老話一句 有強短的話 後續彈上去 我們依然帶給各位 短波段操作 週週賺10% 策略不做任何改變 我想這個工序 就能夠透過他的訊號 第一時間的提示 什麼時間該買 什麼時間該賣 你的操作就是很簡單 根據訊號 執行動作就OK 畢竟我想就是說 針對 這是買的一些個股 那當然話 這一段修正拉回 拉回蠻深 八百幾點 那當然話 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一都有特別針對一些 產生賣訊的個股 不定出來 你無論如何要選 像這個股王大力光PA 就是這個光景鏡頭 像3008大力光 賣點在多少 短多賣點在4275塊錢 波段賣點在4240 你賣訊一產生 一路修正 到前天來要多少 3650塊錢 一禮拜 又多一天 價差多少 625塊錢 一張就差多少 你這邊該賣不賣 一張差了625000塊 三四四三這個創意 賣訊一路修正 到前天 你8月6號 差價差多少 64塊半 一張又差625000塊 百分比24點多 多久時間 一個禮拜多一天 活水溫溫溫 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你有這個工具的協助 是不是就能夠幫助各位 趨吉跟必須 好的標的 像我們今天送給各位 這個八八姐的大禮 3338 泰塑 馬上 買點就會產生 量等鎖住漲停 股價改寫歷史新高 那該賣的一些個股 這樣的話 一樣請各位把握住這個賣點 那我想這一路 我想我們帶給各位 就是都是短波段操作 你都不用想太多 這個瑞宜 像 台表哥真頂 四星KY 上上個禮拜 我們就這兩組 很簡單兩組 半導體跟散熱 精彩 森陽辦 齊鴻 泰塑 我想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來來回回操作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那我想說我們就說 在今天這個八八姐 這個當下等於說 在這個快樂的一個氣氛當下 我們在今天 有特別針對我們這一套 這個快打部隊 這個手機APP 這個潮板軟體 有推出一個 最新的這個進化板 那這個最新的進化板 我們從今天做的正式的一個強勢登場 那我們在今天有提供給各位一個 限量預購 會提供給各位這個60%一個 價格優惠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有兩個方案就是說 你是針對這個高價個股 因為畢竟高價個股 像不管像今天這個微盈 一天起30塊 一天一張你都賺了3萬塊錢 這就是針對高價位個股 你操作高價股的投資本 你除了我們就提供給各位 這個高價股的會員的訊息 搭配這個進化板 今天新推出的這個軟體 那B11就是針對我們一般的雙股會員 操作就是兩檔標的 那當然的話 你在互勝 你有這個雙股會員的訊息 加上這個操盤軟體 進化版的這個操盤軟體 那畢竟我想我們針對這個最新 這個進化版的這個工具 我想這個各位兩個方案 詳細專案內容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我們也歡迎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來公視 針對這套工具 做一個好好的一個檢視 如何來做一個搜索 使用 那變成我們在今天特別提供給各位 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價格 優惠的一個方案 那這詳細專案內容 你都可以直接來做一個洽訊 好那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謝謝收看